现在身边的就是一个哈工大集团 他们研发的一个这个爬楼载物机 那么这个载物机呢 可以负重大概200斤的一个物品 而且毫无压力 根据相关的一些原理 那我现在把我平常上班的这个班呢 大概是有五六斤 搁在这个载物机上 那也请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 来进行一个给大家一个实体的演示 来请 你看到其实他在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工作人员是毫无力量的 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力量的压力的 而帮助这个这个包自己呢 往上来这个运行 那么其实他比如说像我们平常的一些 这种什么这个来这个钢琴呀 包括一些比较重的家电呢 都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呢 来进行在楼梯上的一个移动 除了这个省市省力的爬楼机器人 大会上的各种服务型智能机器人 都在吸引参观者的眼球 不过目前最被业界看好的 是这种微创手术机器人 这样的话他在很小的空间内就能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 为医生在操作复杂手术的时候提供一种可能 我们手术机器人不仅能够用于腹腔手术 胸腔手术和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 近期机器人十三五发展规划已经基本制定完成 其中明确了自主品牌机器人的国产化率要达到50%以上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六轴工业机器人 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的目标 而除了目前已经被列入未来重点发展目标的服务型机器人 在国家的反恐安全救灾救援甚至外太空等特殊领域 都是未来我国智能机器人制造研发的亮点 而他们所带来的整体的产业链价值 也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现快速增长 但是的话也要提醒我们的投资者 这个收益高的同时的话也面临着相当高的风险 这个风险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 同时是资金密集型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大量的企业在投入之后的话 有可能会形成亏损 这个的话是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 感谢观看